红气点天天有聊 今天呢来说一说顾除君 凡是在股市里泡了十年以上的老股民 对这个名字都很熟 后来呢他又沉寂了一段时间 似乎呢被大家忘了 这两年又开始活跃了 频繁的去告状 最新的官司是什么呢 是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 起诉中国证监会 顾除君呢在微博上 这也是这么说的 说他已经呢按照北京市一中院立案法官的要求 交纳了起诉中国证监会 要求公开信息的三个案件的诉讼费 交费以后呢 他还特意的问了这个立法法官 立案法官说 这是不是就正式立案了 法官跟他说 说这就是正式立案了 等开庭通知就行了 顾除君说 这下当年的黑幕就要大白于天下了 这当然是他单方的说法啊 而在这之前呢 顾除君曾经两次提起诉讼 都被驳回了 所以这一次呢 难免让他有点兴奋 在资本市上啊 顾除君当年呢 可是大名鼎鼎 是格林克尔系的创始人 他旗下控制着五家上市公司 就包括著名的科隆电器 08年1月份的时候 他因为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等这些罪名 被判有期徒刑10年 12年出狱 顾除君出狱以后呢 就没闲着 一直到处跑 为自己平反 今年7月份 他起诉了海信科隆 青岛海信等八家被告 要求赔偿他和格林克尔系公司 经济损失489.61亿 这个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金额的民事赔偿案 广东 佛山中院已经正式立案了 这些案子呢 今天看来很简单 很普通 但是他其实不是简单的经济和行政诉讼 他的特殊性不仅在于诉讼的金额超大 而且在于雇出君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符号 因为他是10年前轰动全国的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辩论的主角 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出另外一个主角了 这就是同样大名鼎鼎的狼先平狼教授 话说04年的时候 当时呢 还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狼先平在复旦发表演讲 演讲的标题就叫 格林克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他列出了一批侵蚀国有资产的这个企业名单 有德龙 有海尔 有TCL等等啊 德龙呢 曾经号称中国第一民企 现在也算是灰飞烟灭 而出身国企的这个海尔啊 和TCL 则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棋手 狼先平就说了 说TCL集团你整体上市 海尔的职工持股会 这个都是为了稀释国有股权 这不就国有资产流失吗 而对顾除君的这个格林克尔 狼先平批的更狠 说顾除君在资本市场 长袖善武 克隆美龄 什么亚兴克车 ST 香轴 等等四家上市公司 都被顾除君 哗哗哗哗一个一个的收入当中 号称是动用了41亿收购资金 实际投入还不到三个亿 用七板斧 巧取豪夺了大量的国有资产 狼先平把这七板斧叫 安营扎债 程序而入 反客为主 投桃报李 洗个大枣 还有洗个大枣 相貌迎人 借机圣诞 这些年呢 熟悉狼教授的 一看就知道 这个就是他的风格 既单刀直入 又通俗易懂 对于狼先平的攻击呢 海尔的张瑞敏和TCL的李东升 基本没啥反应 但是顾除君不服 拍案而起了 向香港高等法院 递交了起诉书 说你狼先平 你诽谤我 狼教授哪是好惹的 马上召开记者会 来反击 说顾除君财大气粗 盛其凌人 践踏学术尊严和自由 能不让我说话吗 看上去呢 这好像是两个人的 意气之争 其实背后是关系到 改革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所以学术界 立马就热闹起来了 挺狼先平的 和扁狼先平的 阵营分明 挺狼派 又号称 非主流经济学家的 左大培 杨帆 韩德强等等 十位学者 甚至在上海 发表声明来挺狼先平 说狼先平 抨击西方产权理论 和产权改革误区 他的批评 是及时和正确的 我国现阶段 必须坚持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国有经济为主导 多种经济 共发展的方针 但是大家可以想得到 和现在其实差不多 另一派 扁狼派 或者叫挺固派 阵容也很豪华 以张维迎 周期仁 张军来挂帅 张维迎就说了 说有些教授 打着学术自由 保护国有资产 保护小股东权益的 这个旗号 在不遗余力的 否定过去十年 国有企业改革 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 周期仁呢 则认为狼贤平的 这个研究态度有问题 不严谨 充斥着轻飘飘的 这个假设 他提醒说 大家讨论的 可不是什么风花雪月 而是青春国有资产 那是要命的 认真点好不好 法学界 当然也免不了 要卷入到狼贤平的 这个争论 上海交大法学院教授 任荣明 他是挺狼派 他认为狼贤平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对经济问题 发表个人见解 只要不凭空易造 那就无可非议 狼贤平的言语 有些过激 或者尖锐 但这有什么了不起 批评不就这样吗 他确实不客气的 批评了某些国企业 上市公司 但国企和上市公司 你本来就是公众企业 如果不同意他的观点 可以反驳 公众也希望 听到这些老总门的见解 这个其实就是批评自由 中国政法大学 李鼠光教授 站在另一边 他说过去20年的改革 恰恰证明了 以国企和产权改革 为核心的经济改革 体现了全民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点正是国企改革 和产权改革的 实质性的合法基础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 甘培中教授则认为 狼贤平是针对了病 但是开错了药 国有产权流失问题 其实早已经是一个社会共识 但狼贤平的建议 维持国企的布局不动 只要经理人的诚信 那就能解决问题 这个观点不对 他就举例说 发达国家的经验就表明 政府直接开办国有企业 越少越好 当时新浪网还做了一个调查 调查显示 将近20万参与投票的人当中 90%是挺狼贤平的 有人甚至把他称为 经济学界的鲁迅 当然也有人贬低 狼贤平的人品 私下就嘀咕说 你知道狼贤平哪来的 他不是香港的 他是台湾人 是台湾派来的特务 来污蔑我们大好形势的 每次这样的话 咱们这几年也能经常在网上听到和看到 当学者们轰轰烈烈的打口水仗的时候 官员们是没说话 坚决没说话 但是手没停 悄悄悄的把国企的MBO 也就是管理层的收购给停了 到现在也没恢复 李东升的TCL成了这个的决畅 你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 不让你买了 我看你还怎么流失 应该说这场口水仗呢 让很多人吃了一惊 看上去好像全民的都在同心协力的 这个促改革搞经济 但随便的一点小动静 就能把这个表面的和谐打得粉碎 什么左派右派 中左中右 保守落后 十阳不化 各种意识和群体都在这个风口上飞了起来 争得不亦乐乎 难以达成共识 基本的共识都很少 最后呢 学者们依然去支点江山 郎贤平教授呢 继续游走江湖 身价还越涨越高 李东升张瑞敏 还是改革的模范 只有这顾初军 不幸被周其人教授严重进去 蹲了几年大牢 如今呢 顾初军已经恢复了自由 而且可以自由的告状了 但是恐怕至今也很难有人告诉他 当年因他而起的这场大辩论 到底谁是谁非 甚至顾初军本人的坐牢 是不是这场大辩论的牺牲品 所有这些都像这两天北京的雾霾 模糊不清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各位喜欢听 就捧场下载一个倾听FM的APP 很容易就在里边找到我们的红奇点 我们栏目的微博呢 就叫红奇点 微信公众号和我个人的微博一样 叫张红 欢迎关注 最后是广告 鲁太纺织 纺出梦想 织旧人生 一支笔 蓝罐宝剑 保护嗓子和一支笔 愉悦 一聊 愉悦 让科技 律动 生命 红奇点 明天 接着聊 今天和以后 一直到尽头 黎明前 你一头 看着过往的云烟 在海角和天 变化出一道美丽的曲线 不明白 要多远 看那漂浮的世界 和过往的云烟 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 我不会走 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 和一切也带有 看着你被一点一点一点的带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